各位好,我是来自台湾花莲的邱文胜老师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 科技教育成功的秘诀 找到对的愿景跟成功的规律 加上行动,你离目标就不远 那我是一个国小老师 后来借调到教育处 我们是管国中小科技教育的一个单位 那我也在SCA社群 还有科丁联盟担任相关的协助的社员 然后在教育普朗课也是常课 那是一个我们全台湾最重要的老师的一个社团 那我是亲子天下首届教育创新100 也是In-Hot School跟Great Teacher 这个全国创新创意教学 跟学校经营的产年两届的双尿冠军 那我个人的愿景呢 是希望孩子能够有效的学习终身受用的智慧 我一直认为国民教育是孩子的权利 是国家的义务 那重点应该是锁定在生活能力的培养 而不是高教计教去做学术探讨 或者是记忆训练 那所有的教学都必须回到 以生活的素养为核心 那我们花莲呢 在2011年 我在道香国小上课的时候 我就把创课教育 Great Teacher Arduino 直接放在电脑课的政客实施 2016年戒调到教育处之后 花莲线全面开始推广创课教育 后来连续的四年里面 在全国的猫咪杯竞赛 Great Teacher的总积分 是连续四年达到全国的冠军 我们的受训的创课教师的比例 也是全国最高的县市 那我们在2018年全县的学校 国中小达到百分之百 教儿童城市的学校 每一间都有开 Great Teacher相关的课程 而且我们全县的 国中小的创课设备的补给率 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 那国中是百分之百 然后我们在2019年成立了 本县的一个县级的智慧教育中心 然后在今年我们准备来提升 全县的一个科技教育的课程 到设计思考运算思维的一个系统性思考 将思考思维一项工具导入在科技教育里面 这是我们今年开始要做的向上提升的部分 那么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呢 其实团队是最重要的 那团队呢 第一个是核心讲师团队 那我们在经营核心讲师团队 一开始是从研习里面会去挑选 在讲话的喜欢跟别人沟通的 不管是问别人还是教别人的 这样的一个老师呢 对这个创课教育 他一定会非常的热情 所以我们把它挑出来之后 组成了一个团队 那也特别的用心的照顾他们 新手老师要让他上线这个部分 其实是要有一点小心机 让他们勇敢上线 其实是一个学问 另外在核心团队的部分 必须要大家同心 然后而且要共荣共母 不是很容易的一个任务 那重点是这个Leader 他的心灵层次 还有他的视野 以及他的系统性思维 其实是一个团队成败的一个关键 那在Leader的思考的部分 我给出一个建议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到家的思考 在看待万物的时候 他的一个五个面向的一个思考 包括了道、法、术、气、四、五个面向 那所谓的道就是原理跟规律 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必须先找到我们的愿景 有愿景才会有动力 那有找到成功的规律 你做事才会有方法 第二个部分是法 那这个法呢 指的就是你的课纲 你的架构 你上课的内容 这个部分是国家规定的 那术呢 就是你要达成这些教材教法 并没有规定你一定要怎么做 所以你可以有你的不同的 适应不同学生的一些教材教法 那或是你在学校推动 必须要有一些策略 可以说服家长 说服老师 这些都是属于你的术 各种战术 千变万化的战术跟手段 那戏呢 我们在推广这些创客教育的时候 你必须先找到很容易 就学会 可以学得会的一些工具 然后同时使用起来威力又强大 那这些工具就会成为 你在推动这个创客教育上面 能够帮助你很大的一个 终极的一个神兵利器 那最后是 这个就是时代的趋势跟潮流 那当你符合时代趋势潮流的时候 你做起任何事都会非常的顺畅 如果是顺应时事的时候 你在风头上 猪都能飞上天 那但是如果你不是顺应时事的时候 那这时候就需要有造时事的能力 那这个就会稍微比较困难一点 但是也不是不可能 媒体的利用 还有社群 就成为你很重要的一个协助的助力 好那在教材教法转化的部分 从课纲出现到老师要在实地能够教学 里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转化的部分 那这个转化的部分通常也不是教授可以交给现场老师的 所以老师们需要能够理解了那些学术概念之后 理解了课纲之后 需要自己转化到现场 为了让老师可以直达课纲的核心 我们提出了这素养六部 就是我们之前的引起动机 发展活动跟归纳总结 我们把它拆成了六个部分 然后利用游戏化八角 能够带给学生强烈的引起它的动机 然后在发展活动的部分拆成了 先导入运算世卫的系统拆解 那拆解之后再去利用整个制作的方式去团队的去合作 然后把东西给做出来 那做出来之后利用团队的这个回馈 分享让学生学到这个口才 还有分享发表的一个训练 那在最后总结归纳的部分 我们利用先前学生的学习把它体验出架构跟步骤之后 把这些抽象化的东西 让学生知道说这是一个系统性思考的方式 那所以把这个系统性思考的方式给体验出来 体验出来之后学生之后的学习 就可以运用这个系统性的思考 去让自己能够自我的学习 然后可以随时的精进 那最后在素养创造的阶段 我们就可以培养它的创造力 或者是跟生活连结的能力 这是我们所提出的素养六部 那在做这样的一个科技创课教育的推动上面 其实资源跟支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连结全国的一个脸书的社团 各种各式各样的科技教育的社团 那跟他们做很多的交流 那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策略跟方案 都是来自于全国教师的一个想法 并非我们花莲县个人的成功 那同时跟很多的基金会协会单位 产观学的一个合作 横向的一个连结 我们也办了全国的这个跨区的竞赛 县市的交流 那更将我们的成功经验 推展到国际上 协助蒙古啊缅甸啊 或者是来参访的一些单位 推广我们的科技教育不遗余力 然后在Make a Fair上面也得到很好的一个回响 那最近就是在协助联发科赵克斯计划 来协助进阶的培养进阶的科技老师 那在推动的各种策略上面 好非常重要 这是很重要很关键的一点 那所以你要让百分之百学校都能上同城市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所以善加利用媒体的力量 利用家长的力量 才可以有效让老师跟校长们 愿意来在这个儿童城市跟创课的路上 能够帮上一点力量 那同时利用一些策略去引导 利用一些单位的协助 例如说科丁 或是我们这边智慧教育中心 就直接派人到学校去协助 让学校的老师能够更简单的去实施这个科技教育 然后另外有一些小小的技巧 比如说教材必须要简化简化再简化 那工具一定要挑选一些简单容易实施 但是威力又威力无穷的这些工具 那教材呢 当然要能够尽量百分之百的补充 那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补充的时候 这时候飘移 设备飘移的方式的一个策略的运用 就是很重要的方式 然后同时我们要研究一些 能够让课纲容易 能够达到课纲核心的一些很简单的方法跟步骤 让老师在教学的实施上能够更有效的 这是我们花莲县提供给老师们 提供给国小的部分 他的一个实施的方式 包括低年级的运算思维的不插电的学习 中年级 高年级的一个运算思维设计思考 包括儿童程式 3D 雷切这些导入的一个课程的内容 那高年级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的系统性思考的方式具体的导入 以及AI YouTube的一个 Vlog的一个拍摄 利用Canva做简报跟AI Chad GPT 导入在课程里面的一个架构 那当各位知道这些内容之后 自我成长的必成功的一个知识型的法则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会的 当我们知道刚刚的那些 比较容易成功的一些历程跟策略之后 就要去规划属于 你自己的 属于你的学校的 属于你们 县市你们国家的一个 规划 然后最后呢一定要付诸行动 在行动中呢 不断的去修正 不断的去 执行 然后如果有一些 新的新知 那又 又能够再产生新的一些思考 然后再不断的去行动 当你一直不断的去持续这样的一个 知识型的一个循环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能够 预见未来 很容易 就这一招 可以协助各位 不断的成长 非常的强大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感谢各位 找到对的愿景 跟成功的规律 加上你的行动 你离目标就很近